肺部节节 尤其是大于一厘米的节节 常常引发人们的关注 这样的节节是否需要手术治疗 其实答案并非一概而论 肺部节节的大小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当节节大于一厘米时 其恶性的可能性相对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立刻进行手术 此时更需要的是专业医生的评估 对节节的良恶性进行准确的判断 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 节节的恶性概率大于60% 那么建议进行手术切除 手术不仅可以去除病灶 还有可能达到根治的效果 当然手术前还需要进行详细的病理诊断 以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 如果节节的恶性概率低于30% 那么选择继续观察和水议法 可能更为合适 通过定期的CT检查 可以密切关注节节的变化情况 只有在节节出现明显变化时 才需要考虑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总之 面对大于一厘米的肺部节节 我们不必过于紧张 重要的是 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详细的评估